先生,我想聘你做英法两国巡捕房的顾问 你可以随意出入我们的机构 1954年,陈庚受到了一份特殊的求助信 他希望党中央可以对他给予帮助 陈庚看到落款,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多年前 他沉思许久之后立即回信,寄来信件的那人 不过是一位年鱼六旬的摆摊大爷 他的信件为何能引起陈庚的重视呢 大爷名叫杨登莹 他在1919年时,从日本留学归来 之后,他便进入了一家日商洋行 凭借自己的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高级支援 之后,他加入到了国民党当中 然而意外的是,本来简单的生活 却因为武萨运动让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当时他在武萨运动以后,意外结识了洋务工会负责人 在对方的引荐下,他与陈立夫有了相识 慢慢地,他有了一定的名气 然而,1926年的一天,自己的一个朋友登门拜访 说要给自己介绍一个仰慕他的人 这让杨登莹有些诧异 自己有什么好仰慕崇拜的 还没等对方介绍 一个男子突然走上前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对方说,他非常仰慕杨登莹 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希望 能够当他的日语学生,说话的此人不一般 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他就是陈阳山 他之所以要通过朋友认识杨登莹 主要是使中央认为 杨登莹在国民党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他认识许多国民党高官政要 就连租借寻补,三角九流都与他有着很深的关系 可以说,他时常游走于众多势力周边 他很可能为我所用 组织上这才决定 让陈阳山先靠近摸摸底细 如果能够为我所用 自然是极好的 1928年,独裁的蒋介石为了削弱他人实力 让自己能够不断壮大 他不断地清除自己的政敌 还让陈立夫陈果夫成立了一个名为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物调查科的部门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总统 他们做事独裁腐败 很快让杨登莹改变了自己对国民党的看法 他虽然与共产党先有接触 然而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印象 都是极为鲜明的 他们做事光明磊落 为了百姓利益勇敢无畏 从不欺压百姓 更不会像国民党一般腐败 经过再三思想斗争 杨登莹最终决定 要为共产党奉献自己的力量 很快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阳山 丝毫耽搁 立马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到了中共江苏省委 紧接着 此消息又被转成到了中共中央 陈庚当时便是中共中央特委情报科科长 他立马招来陈阳山和其详细面谈 他仔细透彻地向其了解了杨登莹的点点滴滴 在经过分析之后 他认为杨登莹的心应该是倾向于共产党的 他们决定两方进行合作 在报请周恩来以后 他很快与其在一处咖啡馆中秘密会面 陈庚认为 他最好可以进入中统工作 最好还能渗透到松户警备司令部当中 杨登莹没有犹豫 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条件 在中统的地位越来越高 还受到了重用 他多次承担有关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 至此 上海的谍报机关情况 很大一部分都被置于我中央特科的控制当中 之后 他开始帮助中央特科 清除共产党内部奸细 1929年 我江苏省一大批领导开会时突然被袭 如此精准地抓捕 让他们不得不怀疑内部有内奸 很快 杨登莹查明 此人名叫白鑫 他的以为亲属 因为被判革命 曾被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太枪毙 他为了泄愤 这才向国民党自首 杨登莹在中统内部 为我党很快找到叛徒 之后 中央开始准备营救我方被捕人员 意外的是 当时球车早了两个小时提前出发 这使得彭太等人英勇牺牲 叛徒白鑫的存在 严重地威胁着许多共产党员的安全 他不除 会让我们地下战线同志异常危险 杨登莹在中统内部地位非同小可 凭借自己的关系 他很快找到了叛徒的详细位置和信息 但是他的身边有着一大群保镖 想要接近就必须想办法 而且根据他的情报得知 南京方面给了白鑫一大笔钱 他很快就要出国避难了 陈庚没有丝毫犹豫 他带领我地下工作人员立马展开行动 在他出国之前将其击毙 除奸行动圆满成功 杨登莹曾帮助人必须逃脱 当时 他乘坐自己的轿车前往租界 找到了督察长安普逊 他用自己的关系集金钱 很快就将人避世救出 他帮助我党做了许多事情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顾顺章被捕后 杨登莹受到了牵连 虽然没有实质性证据证明他通动 可他还是被软禁了起来 1951年时 当时他为了自己子女在台湾的安全 并没有对政府交代 这使得他差点受到冤屈 他逼不得以河畔脱出 可写给郑登莹 得不到回应 之后好不容易踩到了陈庚手中 好在陈庚及时回信 验证了他的身份 1954年 穷困潦倒的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给陈庚写了一封信 党中央对此信息高度重视 他们要求南京公安局 给其发放生活费 杨登莹去世前夕 他亲口说过 自己不是内奸 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周总理临终前 曾亲自告诉罗长青 一定不能忘记那些隐蔽战线的战友 其就有杨登莹 他的女儿之后 被调回了南京 一生在1969年画上了句号